停了5年的美酒加牛巡禮 終於又回來了 人氣非常旺 很多檔主都說 預計未來5天的生意額會好過上一屆 我覺得氣氛好很多 多了東西吃和多了東西看 今年很棒 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 很多年都有來的 但是因為疫情就有幾年沒有來的 的確比起以前的高峰期 就沒有這麼熱鬧 相對 但是都比預期中多了很多人 你剛剛在想 看星期六天 看有沒有差不多時間 我們是過來工作 就是出差 正好有朋友說 這邊有美酒美食節 所以過來玩 很熱鬧 然後酒的品種太多太多了 數不勝數 我們倆是從上海來的 就沒有這樣規模的 美酒節 蠻有氛圍的 就是很多 很多品種也有很多美食 也有很多人 眼睛也看不過來 嘴巴也吃不過來 每個地方都要排隊 我在這裡已經排了差不多20分鐘了 但是吃到這個魷魚還是蠻好吃的 沒有預算 就是看到好吃的想吃的就會去買 這邊的物價挺高的 但是偶爾來一次我覺得也還好 氣氛就很好 通常你看看已經圍了很多人了 但是如果以往來算 是星期五六天才多人 今天星期四了 我覺得氣氛很好 我們有一個大大串的八爪魚 還有一個圓隻的大魷魚 應該會非常好 尤其是明天 明天星期五晚就真的很好 今年多了很多新元素 而且有中國的酒也進來了 因為每個地方的酒有每個酒的特色 它有它自己的賣點 我覺得喝酒是看個人口味的 所以不會有競爭 只會有共存 我覺得今年的氣氛還是和以前一樣 這麼開心 這麼熱情 還有就是大家對酒也有一個熱忠 《國人喝國酒》 我們推動了已經超過五年了 這次是第一次復辦的 嘩!我都沒有想過這麼好 這次香港的市民 發覺真的對葡萄酒的認識很好 試完之後買了一瓶是最高級的 這裡全世界的酒都有 既然它能夠花這個錢來買那個酒 一定是覺得是好的東西